高楼林立的尖沙嘴是香港最繁华的地区之一 在这层层跌跌的高楼里藏着数不清的小小旅馆 何女士便是众多旅馆老板之一 五年前她辞去稳定的旅行社工作投身旅馆业 希望让每一位来港的旅客感受到香港独特的文化和人情味 一希望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很快何女士的旅馆步入正轨生意日渐红火 高峰期时订单不停从年头到年尾几乎没有空房 我们其实高峰期的时候就有我啦有我姐姐啦 还有我们有两个清洁衣衣的 那我们的客流量都多的 基本上每一日就是每一日间房都会有日租的客人 我们高峰期就真的是忙到踢了脚的 就是你由早上七八点开始可能就已经有客退房 听电话 就那些booking就开始接啦 然而好景不长 在修理风波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打击下 香港旅游业进入寒冬 一年来游客数量锐减 旅馆老板当下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停业 2019年去到2020年的8月 就是这样一年来游客 就差不多每个月都十几万十几万 应该最厉害的一个月应该是四十几万 因为就你直接停了都没有生意做 难听些说的就是 你就算之前有赚钱都好了 其实你现在都涉拔的了 最厉害的那时候应该是12月、1月 这两个月直头好像是零收入 什么都停了 我们收到电费单的时候 发现是我们12月到2月这段时间的电费是零 那就是完全是没动过电 水费都是差不多是零 从高峰七市的50多间房到如今的30间房 何女士向业主推租了近半数的房间 而剩下的开支 她一边向银行供款 一边向业主交着租金 收入近乎为零的日子 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 何女士的旅馆也从一开始的多个员工 捡到剩她自己一个 今年是何女士进入旅馆业的第五年 她说她之所以坚持下来 是为了维系与客人的联系 对于这份情感连接 她不愿意轻易放弃 我们旅馆业有点像旧式茶楼 旧式的一些餐厅 其实旧式的餐厅未必有很漂亮的装潢 其他东西 但是广东人那种叫做买客情 我们旅馆就有点少 你买客情多 我们一般都是做 真的一些回头客 熟客 熟客了就当了好似朋友 好像我个台湾客人 我们有段时间很缺口罩 他都会很关心问一下 我们说你好没有买到口罩 需不需要在台湾寄一些口罩 可能这份感情感挺好 面对多重困境 和女士没有过度抱怨 在逆境中 她仍希望自己能尝试 不同的方法转型 突围而出 最终找到希望的出路 我觉得旅游业 和旅游相关的行业 我们是一个已经被毁灭了的行业 所以在这些时势的时候 都不能自怨自艾的了 你只可以看看 在自己可以做的情况之下 再怎么可以做下其他的事 或者转型 我们尝试这样 我们以前就可能比较做 日租的客人多 现在的话可能我们就有些房间 就转了做时租 香港人最擅长就是变通 你自己会走位、走站的 你永远都是一步步 你是需要那个时间的